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的几位互相搭配也比较和谐 结果呢 却发现 时时讨论区有网友在大放厥词 说住什么没有蔡徐坤节目就不行了 甚至还说买热搜都没人关注 然而事实是 蔡徐坤离开以后 奔跑吧评分反而上升了 至于原因 让我简单给各位说说吧 流量与奔跑吧而言并不是一切 现如今的大多数顶级流量 其国民影响力可能还不及巅峰跑难的十分之一 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巅峰跑难让斯宁牌 直压板成为了娱乐项目 甚至全民都在玩 走下坡路 其实是从老成员离开开始的 我们可以看看2022到2023的奔跑吧节目指数 其实指数并没有下降 反而有助上升的趋势 新一季跑难 最大的改动是 让范澄澄换了蔡徐坤 范澄澄的流量能和蔡徐坤比吗 我想没有任何人会觉得能比 蔡徐坤有各种鬼畜梗 她有助大量的中粉 流量并不低 但是事实摆在这里 哪怕是这样一位顶级流量离开节目 离节目而言也是无伤大雅的事情 流量或许能够让奔跑吧拥有更多年轻观众 但是 失去流量也并不意味着节目就会走下坡路 对比蔡徐坤和范澄澄 其实两位我都不算特别喜欢 如果硬要选 那我选犯成成吧 前者在综艺节目中的作用就是负责耍帅和装酷 偶像包袱较重 自身并不具备任何抛梗接梗能力 而后者虽然偶像包袱不重 但是做节目效果的时候表演痕迹太重了 不过总归是知道主动去做笑点的 表演一下并不是什么坏事 奔跑吧的底盘并不是流量支撑起来的 说到底 逻辑其实很简单 奔跑吧和流量是远大于明星个人的 而能够影响奔跑吧的 其实就是原班人马那几位 各位可以试想一下 假如奔跑吧原班人马回归 那么话题是不是拉满了 这是不是比顶流的热度更高 同样 奔跑吧什么时候才会没有太大热度 那么或许就是李晨 郑凯和baby三位离开的时候 节目将会变成一档普普通通的综艺 而非国民综艺 因为昔日老成员走了 很多以前观众自然也就不会跟住观看节目了 节目组方面目前其实是有意在尽量减少老成员对节目的影响的 毕竟成员们都老了 跑不过年轻人了 推只是时间问题 饭圈思维太狭隘 那么为什么实时广场的部分网友 说的好像节目没有蔡徐坤就不行了一样呢 其实 主要还是饭圈思维太狭隘了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里 就像我认为奔跑吧热度远大于明星个人 而他们则认为蔡徐坤是顶流 顶流都走了 我也不看节目了 我身边的顶流粉丝也不看你节目 你节目肯定糊了 说到底啊 奔跑吧怎么说也是目前综艺节目中的顶流 倒也不至于这么不堪 就像我很喜欢周深 白露 但我也不至于说出周深 白露离开节目 节目就糊了这样的话 地球离了谁都转 因为地球不在乎 奔跑吧少了新人也不是不行 因为现在的奔跑吧也不在乎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